结婚前她对我挺好的 自从生完孩就对我挑三拣四 整天对我发脾气 她天天在家待着 家里的一点小事情都做不好 我天天在外面挣钱多不容易 我说她几句怎么了 我在家更不容易 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照顾老人 处理家务 天天把饭给她做好了 她还不满意 就在家待着能干什么 我天天出去风吹日晒的 回来已经很累了 她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想每天在家待着 要不是因为孩子太小 我早出去工作了 现在每天还要在家受她的气 如果不是有孩子 我早就跟她散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28岁 来自河北工人 女嘉宾张女士28岁 来自河北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两年了 孩子多大 孩子十个月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特喜欢 挺喜欢的 谁给你生的 我媳妇生的 你媳妇生的 你还知道 看资料上说是通过没人介绍认识的 是吧 对 相处了一年结的婚 对 婚前和婚后没什么变化 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之后 变化很大 是吧 对 今天谁要来 我 想干啥 就是不想跟她过了 她的变化太大了 都不想跟她过了 对 好嘛 她有哪些变化 你慢慢说说吧 就是没结婚之前吧 对我还行 还行 生完孩子之后吧 就是总是挑三拣四 就是嫌我不这样不那儿个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说饭都做好了 就每天下班回来 都是我做好饭了 都盛在碗里吧 然后那天 我说饭做好了 都在锅 你自己盛一下吧 我说这头闹着孩子呢 她说你给我盛吧 我说你自己盛一下 她说那个 你不给我盛饭 你天天在家待着都干啥呀 就这样 我就没给她盛 然后她就摔摔答答 骂摔答答的就那样 她呀 对 那我得外边干一天活 让她给我盛个饭能啥的 你在外面干什么活了 干小工 我要干啥吧 她也不让干 一直都是特别特别体谅她 反过来到最后呢 她还不体谅人家 就是一直的 就是我一直在包容着她 然后呢 她就是变本加厉的 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她现在大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有一次孩子都感冒了 就发烧 我说吃点推草药看看 我说药不行的话 等到晚上你下班了 我说咱们开车 带孩子去看看去 她说行 答应特别痛快 等到晚上五点多钟 孩子又发烧了 发烧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呢 她说我这就回去了 我说那行 我说那你回来吧 我说回来 咱们带孩子上院去验个血 到底这是病毒性感染 还是什么感染 她说行 就这样 等到回来呢 看我就是在闹孩子 就是我们些厨上有一个 就是就像一个钳子似的 那样东西 就包就给砸过来 说你天天不给孩子吃药 啥啥都等着我回来呀 就这样 然后就把花盆 就给我凿碎了 后来我也没支撑 我说你到底是去 是不去 她说那走 就骂骂咧咧的 然后就带孩子就去了 那么早上让你 给他吃消炎药 那你不给他吃呢 要不明天你在家带孩子 我去 我上班去 那你自己不会带他去医院 非得等我回来 那啥啥都等我 我下班挺忙的 十个月孩子 乱吃什么消炎药 还好意思摔花盆